王女士这部手机买了一年多 她说去年年底的时候手机摔过一次 手机从二楼摔下去缺了一个小口 当时怎么会从这么高地方摔 因为手机一下子没有拿牢 拿牢然后就从二楼摔下去 就在这个左下角缺了个口 王女士说当时手机还能正常用 就没有去修 直到今年二月手机进了水黑屏了 因为忙着跟客户沟通事情 她找到单位附近的一家维修店 门头上有个苹果标志 因为她之前最早的话是华为店 然后我也问一下 我说为什么你现在变成苹果店 还能维修 她说原来是华为店 但是现在华为手机因为是不够了 所以她不卖了换成了苹果店 然后她还一再跟我保证是原厂原装的 王女士说对方提出换屏幕 要2235块钱 自己当时比较急 就先修了一下 花了679块钱 5月15号又补了1556块钱换了屏幕 用了大概十多天 昨天摔的 当时怎么摔的 从一个小矮凳上掉到地上 你手机是会经常摔吗 不是很经常 然后我就纳闷 因为之前我从二楼也摔下来 只是在这个左脚出现了一点碎裂 没有把屏幕出现裂粪 所以我就有点怀疑 这不是原装屏幕 然后于是我就昨天去跟他们沟通 然后他们不愿承认 王女士告诉记者 这次手机摔了之后 他发现屏幕一周黑边比较粗 而且屏幕上方有紫色的点 他觉得这不是原厂屏幕 接着陪他找到一家华为授权服务中心 工作人员拿出了Mate30的模型机 记者对比了一下 可以看到 王女士手机屏幕一周的黑边明显宽很多 手机那个电脑市场我去问了 那个他们告诉我 这个屏幕就最多价值360元 然后我的要求就很简单 我也不要求他们全款赔付 我只要求把第二次维修的费用退还给我 找到杭州秋涛北路上 华融万家超市一楼的这家手机维修店 王老板说他们是第三方 能维修很多品牌 没有说是官方授权 给王女士换的屏幕是原装屏 原装屏的定义是 只要有资质的厂家生产出来的 原包装未使用过的 就是全新的包装未使用过的 我们定义是原装屏 客户所反映的是原厂屏 那种原厂屏你们做记者的应该也知道 那种只有正规的厂家 官方指定的售后 他们才会有那种屏是不对市场提供的 那当时他换的时候有跟他讲明吗 讲了原装屏呢 因为我们是挂在苹果服务中下 我们本身就不是官方呀 没有跟我讲明 我那天一再问你 是不是原装原厂的屏幕 你说是的 你是我们给你们讲的就是 你不能这么玩 我们给你们讲的就是原装屏呢 王女士说 当初要不是这里离得近 老板也说是原厂件 否则自己不会在这里换的 官方报价也是2235 他给我报价是2235 所以我就觉得认为他是官方的 后来我就才知道 那个官方他那个店铺 就把那个原装的屏 也可以抵扣 最后维修费用是1400左右 所以我就现在比较后悔 换下了那块屏幕现在在哪 屏幕我们丢掉了 我就出来换的 我们那个废屏 我们要的干嘛呢 本身又没有作用的了 他又没有要求要 对于维修的报价 王老板说是公司规定的 这件事情王女士来过几次 要把第二次的费用 1556块钱退掉 可毕竟这块新换的屏幕也碎了 现场王老板给了两个方案 要么我们申请 重新给您再换一换 这个屏 要么就是昨天给客户说的 他说他这个屏在他朋友那里 那个拿货价360 我把那个360的净价 就是您刚刚说的净价给您扣除 剩下的多余的我退还给您 王女士没有接受这两个方案 表示会把情况反映给市场监管部门 188黄金眼记者报道 也就会介绍到 散播剧场上的